我比原定的计划提前了三天回家,想给老公留意一个惊喜。 远嫁海南的姐姐让我和父母再多住些日子,父母也舍不得才满两岁的外孙。 怎奈我惦念着老公和萨萨,归心四见。 最后,拗不过我的父母,只好陪我一起回来了。 对了,萨萨是我的猫。 我不能生育,萨萨就是我唯一的孩子。 我常常都对刘逸说,我是你一辈子的宝宝,萨萨就是我一辈子的宝宝, 她常常都会显得很无奈。 我知道,她不喜欢猫,但为了我,她还是接受了萨萨的存在。 我在小区门口下了出租车,提着手里的袋子,开开心心地奔向了我们的家。 袋子里装着的,是我网购的花瓣和气球, 还有一件精心挑选的睡衣,以及一些小玩具。 想起小玩具,我的脸不禁红了一红,抓紧袋子匆匆地走出电梯,进了家门。 萨萨早就盘着小尾巴蹲坐在门口,一看见我,就凑过来轻易地蹭着我的腿。 萨萨,想妈妈了吧,我摸了摸萨萨,她明显瘦了很多,而猫粮和水碗都是空的。 难道刘逸这几天没在家? 可房间又完全是有人住过的样子,床也乱七八糟的,连被子都掉到了地上。 我无奈地摇头,捡起被子,不小心碰亮了床头休眠的笔记本电脑。 电脑上的是播放了一半的小电影,一个全身赤着的男人,正在被一个只穿着黑色高跟鞋,手拿着皮鞭的女人鞭吃。 我的脸开始发起烫来,刘逸什么都好,就只有这一点,让我有些接受不了。 她喜欢被打,尤其是在为爱鼓掌的时候。 起初我是拒绝的,可耐不住她再三要求,只好有时候会抽她耳光,但我也不敢用很大力气。 每次刘逸都是诚信而来,败信而归。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心里有问题,还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,结果却换来她愤怒的指责和长久的冷战。 最后,我选择了迎合她。 为了她,我甚至忍住心里的不适,陪她喜欢的小电影。 不能声誉让我对刘逸心怀愧疚,我觉得我应该尽力去满足她。 不过,她今天竟然自己看小电影,想必是这段时间憋坏了吧。 其实我早就打算好了,我把房间布置的浪漫点,晚上再用我在网上买的道具,好好地奖励一下她。 我满心欢喜,却没想到现实给了我重重的一击。 在洗手间,我看到了一只粉色的牙刷,一条粉色的毛巾,还有晾在刘逸内裤旁边的女士钉字裤。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,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但眼前的一切却又不得不让我面对现实。 刘逸出轨了,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干了,我跌坐在地上,地面冰冷,却敌不过我的心冰冷。 萨萨像是感受到我的一样,走过来围着我蹭。 看着她,我终于大哭出声。 怪不得刘逸那么积极地让我陪父母去海南姐姐家,原来她是想把小三带到家里来。 怪不得我晚上要跟她视频,她都切断,说在加班开会。 原来她是在跟小三潇洒快活,在我们的家里,在我们的床上。 我哭了很久,才终于冷静下来。 抹去眼泪,我给刘逸打了个电话。 宝贝老婆,你在海南玩得还好吗? 刘逸的声音里,居然听不出一丝一样。 那一瞬间,我居然产生了也许是我误会她的错觉。 我问她为什么这几天不接我的视频。 刘逸说,她这几天都在出差,在外面不方便接视频。 我看着挂在洗手间的男士内裤和女士丁字库,所有的幻想都在这一刻破灭了。 刘逸所有的内裤都是我给她买的,我当然认识。 而两件内裤都还没有干透,分明是昨天才刚刚洗过。 出差,这是多么可笑的谎言。 刘逸问了一声我的归妻,又劝说我在多晚几天,便借口开会,挂断了电话。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,我心如刀割。 我和刘逸是大学同学,当初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,我父母就坚决表示反对。 我爸说刘逸为人轻浮,我妈觉得他不是能托付一生的人。 我弟更是在我结婚前对刘逸大打出手。 因为我的坚持,家里人才勉强同意了我们的婚事。 刘逸家里条件很差,父母怕我受委屈,出钱给我们在市中心的地段买了一套房子。 结婚之初,刘逸就因为房子上没写他的名字,跟我大吵过一架。 后来,不忍看我以泪洗面,我爸又出钱给他开了一家气修厂,他才满心欢喜地跟我和好如初。 现在想起来,我对他的爱是多么的卑微。 卑微到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,践踏我对他的爱。 我在家里的客厅和卧室都安装了摄像头。 快节奏的时代,一切都变得便捷。 只需几十分钟,我就可以在手机上随时看到听到家里的一切情况。 我给萨萨为了确保他当天就能吃完的水和猫粮,便离了开家。 我没脸去父母家,直接来到了闺蜜刘刘家。 听说刘逸出轨,刘刘气地破口大骂。 是我自己不能生育,我对不起他,虽然心痛得无法呼吸,可我还是不想说刘逸的坏话。 当初是他自己说不想要孩子的好吗? 不能接受他可以离婚,婚内出轨怎么回事。 还替他说话,心安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? 我无言以对,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,充分地证明,我的脑子确实进了水。 晚上,刘逸和小三手拉手地走进了家门。 那个口口声声叫我宝贝的男人,正拥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热烈地拥吻。 他们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卧室,打开先前播放了一半的电影,开始了他们的欢乐时光。 从谈恋爱到结婚,刘逸从来没有这么热情过,热情地令我作呕。 我的双拳紧握,如至冰窖,眼睛被泪水模糊到看不清这肮脏的画面。 你在看什么呢? 刘刘端着牛奶走进房间,看到这不雅的一幕,惊得牛奶都掉落,撒了一地。 许久,他才骂出来一个糙。 老公,那个黄脸婆什么时候回来? 一场大战结束,小三和刘逸相拥着,躺在我父母为我们购置的婚床上,气喘吁吁。 刘逸说出了我的归期。 小三顿时生气了,一会怪刘逸没早点告诉他我要回来,一会又骂他没出息,应该让我在外面多待几天,或者干脆别回来。 放心,只要那个黄脸婆一回来,我就跟他离婚,刘逸搂住小三,信誓旦旦地打包票。 小三高兴地善了他一记耳光。 刘逸顿时兴奋起来,两个人再次上演了一场大战。 妈的,真是婊子配狗,天长地久,流流脆道。 我紧紧地攥着手机,心,被刀割成千片万片。 我妈给我打电话,说我爸让我和刘逸一起回家吃个饭。 我爸,是我的继父。 我亲生父亲去世的早,我妈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到十三岁,遇到了我继父,这才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继父对我,比他的亲生儿子还要好。 我和刘逸的婚房,包括刘逸开的气修厂,全是继父出钱买的。 他和我妈只希望我幸福就好,没想到下场却是背叛和出轨。 我不能让他们知道刘逸出轨的事,我怕他们的身体受不了。 为了遮盖我哭红的眼睛,我画了很重的眼影。 我告诉我父母,刘逸要开会,不能来吃饭了。 也许是眼影起了作用,爸妈没看出来我的异样。 而且结婚以后,刘逸也不是经常来我家,他们都习惯了。 父母心疼我,不让我在厨房帮忙。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,又忍不住红了眼圈。 这时候,池明雨回来了。 池明雨是我继父的儿子, 我们俩从小玩到大,感情跟亲姐弟没两样。 当年她极度反对我和刘逸在一起,还因此对刘逸大打出手。 在我和刘逸结婚以后,我和她几乎没有往来。 池明雨看到我,一时有些尴尬,但很快,她就发现了我红肿的眼睛。 你怎么哭成这样? 是不是刘逸欺负你了? 我忍住即将流出眼泪,拿出手机。 手机上显示的是小三的照片,当然,是我从录像上截图下来的。 我让池明雨帮我查查她是谁。 池明雨当过兵,退伍后做过某大佬的保镖, 现在有自己的安保公司,人脉广大。 如果是她出手,一定能很快查到小三的身份。 池明雨不愧是行武出身,很敏锐地意识到了什么。 她问我她是谁。 我不说话,她的表情顿时凌厉了起来。 是不是刘逸欺出轨了? 我一下子捂住了她的嘴,唯恐被我父母听到。 池明雨先是一惊,俊朗的脸微微红了一下,眼神里的灵力变得柔和。 替我保密,我说的保密,当然是对所有人,包括我的父母。 池明雨答应了,吃饭的时候,我妈提起了一个老中医,专门治疗女性不孕的。 听说隔壁谁家的小谁,就是她治好的,今年已经抱上孩子了。 安安,你也去看看吧,调理一下,说不定,妈,好好的,说这个干嘛,池明雨怕我尴尬,忙打断了我妈。 我笑了笑,我有萨萨就足够了,萨萨是我唯一的温暖。 当我最爱的那个人背叛我的时候,我还有她,有她就够了。 我妈看了看我,欲言又止。 最终,在我爸岔开的话题下,她再没有提及这件事情。 饭后,我爸问了我几句刘逸气修场的事情。 我信口胡说了几句,眼前浮现的,都是刘逸和小三鬼混的画面。 我觉得我快要崩溃了。 离开的时候,池明雨要送我回家,我拒绝了。 她没再坚持,却明显很担心。 我向她笑笑,出了门。 送我出门的时候,我妈实在忍不住,又提起了老中医的事情,还问我哪天有时间,她陪我去。 我敷衍着点头,走出父母家,我终于卸下的强颜欢笑的伪装,落下泪来。 就算是我能够怀上孩子,又有什么用呢? 我曾经深深爱着的男人,此刻正懒着另一个女人睡在我的床上,享受着我和我的家人为我们提供的一切。 尽管知道不应该,但我还是拿出手机,调出了家里的监控录像。 录像里,画面不堪入目,我忍不住闭上了眼睛。 突然,我听到了萨萨的叫声。 刘逸在小三的指挥下,开始虐待萨萨。 她扯住萨萨的一缕毛发,用立地一扯。 萨萨疼得飞身逃窜,却不小心从窗台上跌了下来。 刘逸和小三哈哈大笑。 我的萨萨,愤怒汹涌而至,我的眼睛瞬间充血。 我不顾一切地拿起手机,便将电话打了过去。 这通电话显然败坏了刘逸和小三的兴致。 当我提出要视频,看看猫的时候,刘逸的脸色,简直难看到了几点。 她依旧用在外地出差开会作为借口,拒绝了我的视频请求。 我告诉她,我明天就到家。 明天,刘逸显然很意外,但又立马改口, 让我在姐姐家多晚几天。 我想你了吗?我很意外,自己竟然在这种情况下, 也能违心地说出这么热麻的话来。 但我就是要说,刘逸在渣,也是我的老公, 我们有法律承认的夫妻关系小三,你有什么? 我要回来,你就得滚。 小三果然大发雷霆,看着他们赤身裸体地在视频录像里争吵。 我竟然不知道应该是笑,还是哭。 至少,他们今天不再敢欺负萨萨了。 回家之前,我看到刘逸连哄带骗地把小三拉出了家门。 接下来的是一通大清扫。 我告诉刘逸,我直接打车回家,让她不用来接了。 在监控录像里,我看到刘逸松了一口气,得知我回家,刘逸什么都没有说。 她知道我对刘逸还有感情,还有不舍。 当刘逸满面笑容地打开门,扑面而来的熟悉感让我恍惚间回到了从前。 如果不是看一瘸一拐,不顾伤痛跑过来迎接我的萨萨,那一瞬间我可能真的会既往不救,原谅刘逸。 萨萨真是不小心,从窗台上摔下来了,刘逸目光闪躲地说。 我当然知道,她在说谎,萨萨分明是被她摔伤的。 我心疼地抱着萨萨,并没有拆穿刘逸的谎言。 家里一切都恢复了原样,根本看不出小三在这里住了十几天的痕迹。 渣男之所以被称作渣男,大概是因为他们确实有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的本事吧。 为了安抚我,刘逸特意开车陪我,带萨萨去了趟宠物医院。 包扎好前腿,萨萨舔了舔刘逸的手。 我的心,再一次软了下来。 晚上回到家,刘逸早早地便躺在了床上。 我借口去洗漱,在浴室打开了手机的监控软件。 摄像头就在床头左上角的墙上,一个很隐蔽,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室内。 刘逸正在跟小三发微信。 小三,老公,你提出离婚了吗? 他答应了吗?刘逸,再等等。 我心里有数,回完这一条,刘逸便关掉了手机。 那天晚上,我流了整整一夜的眼泪。 早上起来的时候,刘逸已经走了。 我看着镜子里,红肿着眼睛的自己,心里一片苦涩。 这时候,池明宇打来了电话,他查到了小三的身份。 原来,小三叫陈薇薇,是个保险推销员,从两年前便和刘逸的气修厂有业务往来。 估计他们就是这样勾搭城间的。 我缓缓地坐在沙发上,整个人都是混乱的。 我以为刘逸和陈薇薇只是干柴烈火,趁我出差这几天完完而已。 可事实证明,他们已经交往了至少一年。 刘逸整整骗了我一年多。 如果不是这次我度假提前回来,恐怕我还被蒙在鼓里。 当初我在刘逸的怂恿下,说服父母出钱帮他开气修厂的时候, 我妈就说这个男人眼里只怕就盯着我家的钱,我偏偏不相信,还跟我妈大吵一架。 后来,我爸做出了个决定,他买下了那块地,地皮写我妈的名字, 气修厂的法人,写了刘逸。 当然,整个装修都是我家出的钱。 如今看起来,我妈的眼光是有多准,我爸的决定又有多么高明。 他们为了保护我,付出了那么多。 而我,竟然傻成这个地步,完全被刘逸牵着鼻子走。 要不要我出手? 只要你一句话,我就让他在这里混不下去, 持鸣语低沉的声音里透着果断。 我知道,凭他的能力,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。 我拒绝了他,那刘逸呢? 你还要跟他继续下去? 我不知道,也许现在还不是时候,我也不知道,我到底在犹豫什么。 这天晚上,刘逸回来得很晚,冷着脸没有跟我说话。 我和他背对着背,躺在同一张床上。 他睡得憨声大气,我则一遍遍回忆过去,问自己要不要坚持。 坚持这段貌合神离,已经支离破碎的婚姻。 大概十点,门铃忽然响了,来的人是陈薇薇。 萨萨看到陈薇薇,像看到恶魔一样,从猫爬架上跳下来,直接藏到了柜子底下。 你怎么了来了? 看到陈薇薇,刘逸的脸都白了。 刘总贵人多忘事,忘了带合同了,陈薇薇神态自如地走进了客厅。 刘哥的家,布置得很温馨啊,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,一模一样。 他画里有画,刘逸的脸色,有白转红。 我指了纸沙发,请坐,我倒要看看,陈薇薇的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药。 谢谢姐,她称呼刘逸为刘哥,却叫我姐。 用意不言自明,还没有做自我介绍呢,我叫陈薇薇,是刘哥的合作伙伴。 陈薇薇一坐下,就自爆家门。 我呕了一声,漫不经心地说,那你还挺敬业的,合同都送到家里来了刘逸的额头,冒出了汗。 陈薇薇的脸皮倒是比我想象中的更厚。 我本来也担心这么晚了,会不会打扰到小朋友休息。 不过,刘哥好像没有孩子,那我就不用担心了,对吧? 刘哥,我的手,紧紧地攥在了一起。 我不是傻子,当然听得出陈薇薇话里的讽刺。 刘逸尴尬地站起身来,拉起了我。 去给客人倒杯水,我知道他想要支开我,默默地看了他一眼,便走去厨房,把两个人单独留在了客厅。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,戴上耳机,从监控录像里听他们的对话。 不是告诉你在等等吗? 突然来家里干什么? 刘逸显然很不高兴。 那我该怎么办? 你口口声声说要提离婚。 离了吗? 陈薇薇激动了起来。 小声点,刘逸一把捂住了陈薇薇的嘴,但却被陈薇薇挣扎开了。 我不管,你不提,那就我提,我现在就告诉她咱们俩的关系,陈薇薇说着,就往厨房走。 见陈薇薇是要真的,刘逸立刻怂了。 她陪着笑脸,揽住了陈薇薇,宝贝儿乖,听话,现在还不是时候,陈薇薇不依不饶, 现在不是时候,什么时候是。 等我再要来一笔钱,你知道,他们家有的是钱。 等我再让她从父母那要过来一笔,我就跟她理。 到时候,钱就都是我们的了,陈薇薇这才满意地笑了起来。 老公,你真聪明,陈薇薇揽住留意,迅速地亲了一口。 我的心里一片凄凉,手机都险些掉在地上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才平静下来,端着一杯水,走出了厨房。 回到客厅的时候,陈薇薇和我们热情地告别后,便走了。 刘逸坐在沙发上,装模作样地翻着文件代理的合同,偷偷地瞄着我的反应。 我没有任何反应。 刘逸凑过来,揽住我的肩膀,向我提起了气修场的扩建。 我什么都没有说,只是静静地看着刘逸的表演。 刘逸滔滔不绝,但中心思想只有一个,他想让我向我父母要50W,用来扩建气修场。 如果是从前,我说不定会立刻想办法开口向父母借钱。 但是现在,呵呵,我借起身之机,挣脱了刘逸的手。 你是把我当成TMT款机了吗? 敲一敲就吐出钱来,我冷笑着问他。 心安,刘逸诧异地看着我,好像不认识我了似的。 我目光清冷地与他对视,片刻之后,他读懂了我眼神里的轻蔑,顿时跳了起来。 所谓的狗急跳墙,也不过如此吧。 认识他八年,除了婚房没写他的名字,这是他第二次跳着脚的骂人。 他骂我不懂体恤他的辛苦,骂我就知道在家里想清闲。 他一个人在外打拼,每天都累得像调狗一样。 刘逸一提起狗,我就想到了他和小三陈薇薇在监控录像里场景,那时候的他趴在地上的嚎叫。 真的,像调狗一样。 我连看都不想再多看他一眼,拿起外套便走出了家门。 外面下起了雨,我没有伞,就这样在雨里走着。 而刘逸连一通电话都没给我打。 他在家里和小三聊着微信,都是你打乱了我的计划。 之前他一直拿钱都很痛快的,这次竟然说我拿他当提款机,刘逸气急败坏。 他一向如此,只要出了问题,总是会把责任往别人的身上推。 考大学的时候,自己作弊拿不到学位证,就怪老师。 气修厂的经营不好,就怪工人。 在我这里要不到钱,就怪小三。 他从来没有怪过他自己。 老公别生气了,反正他也是不会下蛋的,当初不也是因为户口和钱才娶的他吗? 离了婚,咱们俩天天都是好日子。 我天天让你爽,刘逸当然知道陈薇薇所说的爽,是什么意思。 刘逸果然一边跟陈薇薇聊着骚话,一边走回到卧室。 我拿着手机的手,在颤抖。 雨水打湿了我的衣服,被风一吹,冷得我直发抖。 但我的心更冷。 我爱了整整八年,恨不能把整颗心掏出来给予的男人,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。 而我竟然天真的以为,他还爱着我。 可笑,又可悲。 那天淋了雨,我发起了高烧。 因为要不到钱的缘故,刘逸这一次并没有像从前一样对我嘘寒问暖。 还是刘刘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,听出来声音不对,打车来到我家照顾我。 这个刘逸太不像话了,刘刘气得恨不能把刘逸碎尸万段。 我只是七楚地笑笑,刘刘实在看不过眼,把我接到了他家。 原本,即便生病出去休养,我也要带走萨萨,我生怕老公和小三趁我不在的时候再虐待他。 但得知闺蜜留留家的老人对猫毛敏感,再加上路途遥远坐飞机需要拖运,我不忍萨萨一路受苦, 又不好让闺蜜家老人避让,就只能暂且作罢。 我心想着,等我这次病好回来,就把猫送到我父母那里去。 我给刘逸发了短信,说我去父母家静养几天,刘逸只是淡淡地回复了一个恩。 在刘刘家躺了足足五天,我的烧财退下去。 这五天,我几乎水米不沾,如果不是刘刘每天替我熬粥,硬着我吃下去,恐怕我早就饿得皮包骨头了。 池茗宇正好来看我,就在这个时候,我的手机响了。 是业主群里所有人的信息,群主说,有一只猫,从楼上掉下来了,还发了一张照片。 照片上一片血红,一只眉短躺在血泊之中,身上还缠着丝袜。 是萨萨,我全身的血流都凝固了。 快,去我家。 怎么了,发觉我的声音不对劲,池茗宇不禁问道。 快去我家,我几乎是尖叫着吼了出来。 这声音好像根本就不是我的。 不,我的心跳,我的愤怒。 所有的一切仿佛,都不是我的了。 我的眼睛里,我的脑海里,只有萨萨。 萨萨,我的孩子。 我的孩子啊,我努力地克制着,不让自己颤抖,不让自己流泪。 是的,我要坚强,我要去救萨萨。 池茗宇没有再问其他,而是将车子开得飞快。 他从小就这样,只要我想要做的事情,他从来都不问为什么,只会默默地帮我做好。 业主群里,已经炸开了锅。 许多人都说,整整一夜,都听到猫的惨叫声。 不知道是哪一家变态,把这么可爱的小猫咪往死里虐待。 我知道那个变态是谁,是刘毅,是陈薇薇。 这对狗男女,自己当狗也就算了,居然把自己的变态发泄到萨萨的身上。 我的心仿佛已经提到了嗓子眼,我不断地催促着池茗宇开点开,慢一秒,萨萨便离死亡,更近一点。 车子很快就到达了小区,我不带车子停稳便冲下了车。 萨萨就躺在单元门楼下的草坪上,好心地清洁阿姨替她盖上了一条白色的毛巾。 当我飞奔到她面前,看到这条白毛巾的时候,几乎晕死过去。 是池茗宇帮我掀开毛巾,将萨萨抱了起来。 萨萨的脖子上缠着黑色的网纹嘛,身上伤痕累累,那是被刀子扎和划过的伤口。 她漂亮的眼睛再也睁不开了,她再也不能奔过来蹭我,向我喵喵叫了。 萨萨走了,她走了,我的孩子走了。 我跪倒在萨萨身边,眼泪却已经流不出来了。 不争气的眼泪流得太多,给我最爱的萨萨,却连一滴都没有剩下。 荒唐,真是太荒唐了。 我紧紧地抱着萨萨,她的血染红了我的衣服。 我用颤抖的手拿出手机,打开了监控录像的回放。 果然,刘逸和陈薇薇在进行游戏的时候,捉住了萨萨。 萨萨挣扎着,哀嚎着,她难以置信地看着刘逸,似乎不敢相信她最为信任的亲近的人会这样对待自己。 可刘逸就像是一个嗜血的恶魔,一次次地向萨萨施暴,最终将她扔出了窗子。 残忍的画面让我站立,我指甲深深地欠尽手心,直到流出鲜血。 我死死地盯着画面上的刘逸泽和陈薇薇,他们想在一起,可以跟我提出离婚,提出分手,为什么要伤害这么无助的一个小猫。 他们把怪异的癖好发泄在无辜的小动物身上,畜生不如。 此时此刻,我恨不能扒了他们的皮,生吞他们的血肉。 连同我自己,我都没有办法原谅,我应该在走的时候带走萨萨的,我不应该轻信刘逸的,如果萨萨和我一起走,她就不会死了。 这是我的错,是我的错,是我的错。 我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句话,持名于想要冲上楼去,我一把抓住了她。 我知道她要干什么,也知道刘逸绝不是她的对手。 可是,我不能让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。 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他们的,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,我要给萨萨报仇,我一字一句地说。 这几年,我几乎把父母的家底掏空,全都填补给了刘逸。 不管是打她一顿,遇事就这么离婚,都太便宜她了。 我要拿回属于父母的血汗钱,让刘逸付出代价。 持名于定定地看着我,最终只说了三个字我陪你。 安葬好了萨萨,在埋葬她的地方,种下了一棵小树。 这几天,我每天都好好吃饭,好好睡觉。 流流惊讶之余,也开始欣喜,感慨我终于活明白了。 是的,我终于活明白了,我要养精蓄锐,寻找机会,我要让渣男和小三尝到他们自己种下的恶果。 我要为萨萨报复。 也许是萨萨在天有灵,机会很快就来了。 在萨萨离开我的第三天,小姑子刘二妹从深圳回来了。 自从我要求我爸花钱把刘二妹从山区办到深圳念书,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。 三年里,她除了打电话管我借钱,从来没有过一句问候,更从来都没说过一个谢字。 当然,从我这里借的钱,她从来也没还过。 嫂子,你有没有二十万,借我用用,果然。 刘二妹把我约出来,一张嘴就是要借钱。 她说,借这个钱是要整容用的。 她最近打算去签约做网红,但想要红,必须得先把模样整漂亮了。 我看着她,三年的一线城市生活,既没教会她独立,也没教会她半点穿衣打扮的品位。 反而是打扮得越来越奇葩,说话也越来越流利流气。 就连手里的奢侈品包,也背得个假货,完全看不出读过书的气度。 当然,她也没想读书,这点精力全用在怎么当网红上了。 她还给自己改了个名字,叫刘美希。 我在心里冷笑,告诉她,我没有钱,让她去找刘一借。 我哥? 她天天跟我说她有一笔大钱要进账,结果就是见不着钱。 找她借钱,还不如找你借。 你哥? 有一笔大钱进账? 怎么可能,我假装不信? 当然有可能,你不知道吧? 我哥这几年,可正经赚了不少钱。 上次我的网贷就是她帮我还的。 刘二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,立刻打住了。 我却从她的话里,听出了一丝不寻常。 刘二妹说刘亦很赚钱,但刘亦却常常跟我抱怨气修厂连年亏损。 这难道不矛盾吗? 我假意答应刘二妹,愿意帮她筹筹钱。 刘二妹高兴坏了,一口一个嫂子叫得酷甜。 我又从她的嘴里套出了一些信息,有整容的钱勾着,刘二妹知无不言,恨不能把她知道的全都告诉我。 原来,刘亦的有钱不是普通的有钱,她甚至帮刘二妹还了十五万的网贷,还在她的要求下买过两个奢侈品包。 那么问题来了,刘亦的钱是从哪来的? 分开钱,刘二妹千叮宁万嘱咐,让我千万别告诉刘亦她向我借钱的事。 更别让我告诉她哥,我知道她给刘二妹还了网贷的事情。 放心吧,我绝对不会说的我打着包票。 事实上,我还怕刘二妹自己找刘亦说的。 她不说,我不说,一切就都刚刚好。 我找到汽修厂的会计江姐,让她帮我查一查账本。 江姐是我爸安排在汽修厂的人,当时她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,我还觉得她不信任刘亦,正经生过一阵子的气。 现在看起来,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,并且已经在暗中不下了旗,只为了我能有用地上的这一天。 江姐是一个很值分寸的人,她知道我因为我爸的关系,从来不和她联系。 所以,她也从来不找我。 当接到我电话的时候,她没有任何客套,很快地就将我需要的信息告诉了我。 刘亦这段时间的账面,一直是亏损的没错。 但汽修厂的生意,却好得很。 具体的情形,刘亦刻意隐瞒,江姐也不好多问。 但只这一点,便足以让我警觉。 我让池明宇帮我调查,并且很快查出了刘亦和小三辰微微干的好事。 他们联合骗保。 说白了,就是假装伪造车祸现场,从保险公司里骗出钱来,中保私囊。 怪不得他们关系如此亲密,原来连接他们的不仅仅是那种嗜好,还有利益。 我终于得到了有用的信息,替萨萨复仇有望了。 我找到了刘二妹,我告诉她,我的一个朋友是经纪人,会捧她成为网红,并且我会出资让她去整容。 刘二妹不敢相信天上会掉这么大的馅饼,高兴得眼睛都直了。 但是,这一切不是白给你的,我直截了当地说。 我需要你帮我办件事,刘二妹立刻表决心,嫂子你说,就是让我给你当牛坐马,都愿意。 当牛坐马倒不必,我只需要一做一件事,非常简单的事。 而且,我不会让你白做,刘二妹一脸不解。 我让她替我找陈薇薇,用帮忙介绍生意为由,把池明宇介绍给她合作,并且中间的差价可以作为给她的红包。 起初,听说我提起陈薇薇,刘二妹震惊得不行。 显然,她早就知道了陈薇薇的存在,而且,她没有想到,我会知道那个小三的存在。 不过,我现在已经不在乎这些了。 为了钱和自己的前途,刘二妹只考虑了几秒钟,就一口答应了。 刘一他们家的人都是如此,为了自己,可以出卖一切。 当然,这也为我用来实施计划提供了机会。 我拿出钱来,让池明宇以汽修厂的名义跟陈薇薇谈保险合同,并且很快就签成了几单。 陈薇薇高兴坏了,对高大英俊又多金的池明宇备有好感。 池明宇只约了她几次,她就上钩了,并且在一次酒醉之后,吐露可以从保险中获利,还将具体的方法给了池明宇听。 池明宇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,答应她考虑考虑。 陈薇薇提出要五五分成,池明宇也答应了。 感觉自己胜券在握的陈薇薇,还想要借着酒劲勾引池明宇,怎奈池明宇早就对这个女人深恶痛绝,不动声色地离开了。 陈薇薇虽然失望,但有利益勾着,又有刘毅这个备胎,也没太纠缠池明宇。 当然,她不知道,自己透露骗宝的事情,早就被池明宇全程录像取证了。 我知道,我的复仇仅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。 想要把父母的钱都收回来,我还需要姐姐和姐夫的帮忙。 在我的请求下,姐姐和姐夫从海南回来了。 姐姐早就看出刘毅不是个好东西,只是没想到她能恶心到这种地步。 姐夫一向知分寸,什么都没有说,但是向我保证,她一定会帮我。 有了姐姐和姐夫的帮助,我更加有把握了。 几天后,我回了家。 刘毅显然很不高兴我打扰了她和小三的蜜月,再次上演了冷暴力。 但我丝毫不在意,反而更加自如地扮演着从前好妻子的角色。 她说萨萨自己跑丢了,我没有拆穿她。 我难过了好一会儿,看着萨萨的食碗和小窝,默默地坐了许久。 我沉默,是真情流露,不过,我并没有难过太久。 而是及时调整状态,告诉刘毅,姐姐和姐夫从海南回来了,要跟我和刘毅一起吃个饭。 刘毅虽然不情愿,但因为姐夫是海南某知名4S店总部的负责人, 终归是她想要倚仗的资源,只能不情愿地跟我赴约。 别看刘毅平时很能耍威风,在姐夫的面前,她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的。 最重要的是,姐夫不光事业做得很大,而且对姐姐却是全心全意,从来不在外面拈花惹草。 跟姐夫相比,刘毅实在是扎得不能再扎。 姐夫,你的4S店规模这么大,有机会也提携提携刘毅吗? 我见刘毅已经被姐夫虐得连头都抬不起来,自知时机到了,便笑着说了一句。 提携,怎么提携,姐夫皱起眉头,语气也相当地轻蔑。 她开的汽修厂规模太小,我就是想提携,也提携不起来。 她五年赚的,也只是我普通一间4S店一年的零头,刘毅一脸尴尬。 我忙道,那要是我们跟你一起去海南投资4S店,姐夫能帮忙吗? 刘毅的眼睛顿时亮了。 姐夫不置可否,只是拿起了空了的酒杯。 刘毅急忙帮姐夫把酒满上了。 姐夫,你要是能帮我这个忙,我说什么也忘不了姐夫,刘毅谗媚的样子,让我一阵恶心。 姐夫到底是见惯大市面的人,并不轻易被刘毅打动,只是垂着眼睛不说话。 怎么,我妹妹和妹妇求你半点事,你还不给面子,姐姐平时最疼我。 而且姐夫素来是听姐姐的,闻听姐姐这样说,她的脸上,这才露出笑容。 不是我不帮忙,开4S店不是儿戏,至少得需要400W投资。 但是,一年多不就能赚回来了吗? 这点投资,大家凑一凑就都有了,姐姐的话,让刘毅看到了希望。 她向我投来了目光,我向她微微地点了点头。 刘毅一定是以为这是我的许诺,可以向爸妈和姐姐借钱,顿时高兴万分。 这一顿饭吃得我心里五味杂陈,看着刘毅为了前途和前途,对接姐姐夫殷勤备致。 我曾经爱的男人,竟然为了利益,像个跳梁小丑一样酣畅淋漓的表演。 我真不知道应该是笑,还是哭。 回到家,刘毅百般讨好,一个劲让我向父母开口,我假称要和父母谈谈,他自然是高兴得不行。 晚上,刘毅搂着我,显然是想要跟我亲热。 可惜,现在的我看着他,就像是看着一只被人拉过时的碗,实在没有胃口再用他吃饭了。 幸好我来了大姨妈,才躲过了刘毅的纠缠。 我假装睡着,刘毅拿出了手机。 我眯起眼睛,看到刘毅手机屏幕上显示的37个未接来电,和52条信息。 刘毅把他们全都删除了,一条都没有回。 我翻了个身,一抹冷笑,绽放在我的唇角。 第二天,我就让刘二妹告诉了陈薇薇刘毅要对出气修场,去海南开四大四店的消息。 如我所料,陈薇薇闻听此事气急败坏,直接找到刘毅,大骂刘毅没良心。 她为刘毅做了那么多危险的事,如果不和她结婚,就告发刘毅。 刘毅一个脑袋三个大,只好先哄着陈薇薇,再做她想。 当然,这些都是听江姐告诉我的。 他们是在刘毅的办公室吵架的,陈薇薇的嗓门之大,显然明显了她已经被逼到死角,开始不计后果了。 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。 恰巧在这个时候,池明宇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 陈薇薇在和刘毅的同时,还跟前男友缠绵不清。 她前男友是个赌徒,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不说,还相当有暴力倾向。 真是天赐良机,我准备再下一盘好旗。 我假称离开家里半个月,陪姐姐回海南,寻找开店地点,再说服父母投资。 刘毅当然求之不得,还破天荒地出了一把穴,给了我五万块,让我给姐姐买礼物。 我知道她打得什么算盘,她想要我哄姐姐高兴,然后从姐姐那里借钱。 钱当然不可能借的,但这五万块是她欠我的,我当然心安理得地收下了。 我让姐姐帮忙,拍了几张海南的店面,发给了刘毅。 地点是姐夫精心选过的,刘毅果然很满意。 我告诉她,地段最好的那个店面,要求先交保证金200W。 我已经向姐姐要了100W,但另外的100W,得先交上。 刘毅问我爸妈能不能拿出钱来,我假装为难,说后续的钱要投入更多,不如先斩后奏,对下店面,再告诉我爸妈。 这样,他们为了怕我们前期投入的钱打水漂,也不得不同意投资。 刘毅想想,觉得我说得很有道理,为了尽快兑现,她咬牙以近三分之一的价格把汽修厂兑了出去,把钱给了我。 当然,她留了个心眼,出对日期,向后延了一个月。 这一个月,够她做很多事情,很多足够把她自己推入深渊的事情。 汽修厂的买家是池明宇,她用公司的名义把汽修厂买下来,然后用作投资,收益人在我的要求下写了我父母的名字。 这是我当初眼下选错了人,亏欠他们的,更是刘毅这个无耻之徒亏欠他们的。 刘二妹一心为了当网红,帮我转发了海南4S店选址的朋友圈。 陈薇薇这段时间,又如惊弓之鸟,随时随地盯着所有跟刘毅有关的信息。 看到刘毅是真的要去海南开4S店,她更加紧张不安,干脆住进家里看着刘毅。 面对陈薇薇的步步紧逼,刘毅反不胜反,愈发坚定甩掉陈薇薇的念头。 但陈薇薇却更加死死抓住刘毅不肯松手,恨不能每天24小时地监视她。 两天后,我打电话告诉刘毅,海南这边又开始催促后续资金了。 姐夫选的那块地皮太过抢手,已经有很多人出价比我们高, 如果再拖下去,很有可能我们投入的200W都会打了水漂。 刘毅是最怕人财两空的人,她的贪婪注定了她的结局。 为了她的发财梦,刘毅想破了头,决议与陈薇薇联合干一票大的。 事实上,她当初预留了一个月的时间,为的就是这件事情。 陈薇薇也是个人为财死的主,刘毅的计划虽然冒险, 但奈何诱惑太大,她不仅可以得到50%的利润, 更因为这次冒险跟刘毅的战线更加统一, 也更加有把握刘毅会离婚而娶她。 到时候,她一手攥着自己的钱,一手攥着刘毅的4S店, 既有钱又当老板娘,要多风光就有多风光。 就这样,为了钱黑了心肝的两个人一拍即合, 伪造骗保现场,然后坐等巨额保险金的降临。 他们却不知道,这一切都被我和陈薇薇暗中录下。 坐检自负的两个人,还满心欢喜的庆幸, 为了庆祝,甚至在家里大开派对,互打得津津有味。 就在刘毅和陈薇薇做着春秋大梦的时候, 池明宇暗中联络陈薇薇前男友高超的债主, 带住了她。 发放高利贷的都没什么好人, 债主逮住高超就是一通好打。 高超看上去高大蛮横, 却被打得极耸, 一个劲地求饶, 说自己真是没有钱。 债主把陈薇薇和刘毅私混的小视频和片宝视频扔给高超看, 告诉她陈薇薇和刘毅有钱, 让她自己看着办。 高超的眼睛都气红了, 她气急败坏地找到了陈薇薇。 陈薇薇当然不肯承认, 可高超这种类型, 可不是刘毅那种文弱书生, 任由陈薇薇左右。 高超把那堪比小电影的视频扔给陈薇薇, 又挤积耳光下去, 陈薇薇便哭着认了。 高超要挟陈薇薇和她一起绑架刘毅, 否则就把视频和片宝的证据曝光。 陈薇薇这时候还哪敢再多言, 为了保全自己, 她立刻答应了高超的要求, 还主动把高超带到了我家。 刘毅万万没有想到, 口口声声要跟自己结婚的女人, 竟然会带陌生男人绑架自己。 她被高超五花大绑, 吊在客厅的柱子, 打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, 鼻血流得滴在地上, 一片肮脏。 我通过监控, 看着刘毅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爽感, 想要笑, 却笑不出来。 我真的很想问问刘毅, 你现在的感觉和萨萨一不一样? 她一定不知道, 因为除了自己, 她谁都不在乎。 刘毅恨恨地瞪着陈薇薇, 看样子, 恨不能把她生吞活泼。 可陈薇薇却像没事人似的, 坐在沙发上悠哉悠哉地刷手机。 像他们这类自私到了极点的人, 永远都不可能去善待别人。 遇见同类, 实在是他们三生有幸。 刘毅到底挨不住打, 拨通了我的电话。 我看着来电上显示的老公两个字, 默默地关掉了手机。 一场闹剧, 以这种情形结了尾。 邻居因为听到异常的动静报了警, 陈薇薇骗保家绑架, 被判了刑, 他的前男友高超也被绳之以法。 至于刘毅, 他的下场自然也不会好。 他们骗保的金额太大, 刘毅的后半生恐怕差不多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了。 监狱之外, 春暖花开。 我的萨萨在天堂得到了安息, 而我的未来也如这春日般, 阳光和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